一位印度学者为了证明印度比中国强 竟引用大量错误数据 得出印度花费更少的代价 取得了更好成绩的结论 却闭口不谈 两国明明在建国时处于同一期保险 为何现在却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差距 堪称精神胜利法达人 这位名叫莫汉的学者 是印度一名经济和国防政策分析师 曾在政府和商界担任高级职位 还号称是专门研究北方邻居的经济专家 他在几个月前撰写了一篇文章 总结印度1947年建国后70多年来的成就 首先他使用购买力评价法表示 印度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应该被归类于新兴工业化国家 然而购买力评价法 用于评价国家的综合实力是有缺陷的 但印度人却十分喜欢用购买力评价法 来提高自己的GDP世界排名 不过这种算法也算得上是正规算法 这次我就不吐槽了 因为接下来的表演才更加精彩 首先这位学者先是表示 由于印度人口众多 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参照对象 这就是北方的邻居 随后他竟然抛出了一个十字率的概念 表示印度在2017年 印度民众的十字率已经达到74% 而北方邻居的民众十字率为85% 他认为基于两国建国时的数据看 绝对值都是提升了60%左右 但北方邻居是用了高度动员体系 才达成这个目标 而印度没有通过任何强制手段 来实现这一目标 是完全自然的状态下做到这里点的 所以印度这把赢了 但首先这位学者引用的数据 明显就是错误的 因为85%的十字率 是我们的1990年的数据 而在2012年 我国的十字率就已经超过95% 2017年的数据 只可能比95%还要高 从绝对值上看 要比印度高20%以上 所以这位学者竟然用我们 30多年前的数据 对比印度2017年的统计数据 来证明他们更有效率 这不是胡闹吗 接下来他又隶属了 印度70年来所谓的伟大成果 比如什么 2017年贫困人口已经降低到了2.7亿 农业人口比例降低到52% 工业化产值占比29% 粮食产量是建国时的5倍 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7%之类的 其实你写文章夸自己就好 但为啥一定要强行把北方邻居拉入场呢 这些数据和北方邻居一比 不就被秒杀了吗 但作者可不笨 对于十字律这种比较陌生的概念 这位学者选择了引用错误数据 但在经济方面 他则很聪明地只列出了自己的数据 没有放出北方邻居的数据对比 因为这很容易查到 但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想的简单了 对于南亚大国学者的诬赖程度 认识的还不够 因为这位印度学者 虽然没有放出和北方邻居的数据对比 但表示2017年印度GDP占世界比重 提升到了8.5% 但事实是2017年印度GDP 只占世界的3.2% 难道这位学者又悄悄地按照 购买力评价算法来看GDP了 于是我换了统计方式 数值果然发生了提升 但遗憾的是 即使换成购买力评价算法 2017年印度的GDP 世界占比也绝对不到18% 即使是2018年也仅仅是7.69% 不过这种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也是他们的传统异能了 而在文章的结尾 这位学者面对和北方邻居 巨大的经济和发展差距 更是祭出了精神胜利法 这个大杀器 他表示 印度在这70多年来 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 虽然北方邻居表面上好 但如果考虑到人力成本花费 印度花费更少 所以做得比北方邻居好 也就是说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好 这就属于强行加息了 因为文章根本就没有给出 什么叫人力成本 也就是说没有衡量的标准 你也根本无法反驳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概念 真的是绝了 而他还表示 印度是所谓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所有民众的愿望 都需要被倾听和调和 而北方的邻居 虽然现在表现好 但没啥潜力 印度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国家 才是真的强大 他甚至还宣称 在一片树林中 两条路摆在面前 印度选择了少有人走的那条 潜在台词就是 印度改于直面困难 不投机取巧 但实际上 为啥那条路走的人少呢 因为聪明人 不会走那条 注定失为公办 撞南墙的路 其实这篇文章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什么水平了 作者虽然通篇文章 都在夸耀 印度的所谓成就 还想把北方邻居 拉进来做对比 来证明自己做得更好 但在文章中 他几乎闭口不谈 实实在在的数据对比 唯一引用的对比数据 还是错误的 在文章最后 更是强行加系 搞起了玄学 实在让人叹服 就这样的人 也号称是 研究北方邻居的专家 我是真的希望 这样自嗨的专家 越多越好 不过人家也是 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吧 毕竟说实话 容易伤自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